Yay 你怎麼會越來越帥呢 換個位子 今天有帶來這兩首歌嗎 剛剛大家聽到第一首Rise 這首歌呢一定更有感覺 因為這是我們的演唱會的 算是主角歌曲 算是 算是 這兩首歌都是 這次演唱會 也是這一次接下來 即將困境要發的 新專輯裡面的歌曲 而且專輯都還沒出來 就先告訴大家說 這張是專輯的同命歌曲 厲害吧 厲害吧 想不到 想不到對不對 這首歌其實我覺得聽得很有感觸 因為其實三年前我們見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你還 剛剛自己出來做第一張專輯 然後現在呢 跟這個歌詞一樣 裡面講說我要一路攻到底 這三年來你看 從你以前有可能出來演出 沒什麼粉絲 到現在他們全部都來了 有沒有覺得格外感動 我覺得其實 真的很感動 尤其是今天看到現場這麼多人 這是我第一次辦簽票會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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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蛤?什麼? 不客氣 不客氣 你看 粉絲都很有客氣 對啊 你看還後面站在這個上面 就是為了看人意 對 哈囉 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嗨嗨 嗨嗨嗨 就是 因為 攻到底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蠻有感觸的就是 我其實每一次 不管是哪一個時期 對我來說 我一直都在我的 最巔峰的狀態 對我來說就已經到頂了 就是 如果回去看三年前我 我今天這個狀況 還不頂嗎? 頂爆耶 頂爆了 真的 真的 還有一個是你沒有講到這個 掌握流量密碼 對 那其實你也蠻厲害的 對 因為大家follow你的IG 都可以看到一些些 那個密碼所在 真的 而且五間請還一個接一個 呃 現在就是 我覺得好像大家已經拖上你 然後大家好像也不足為奇了 所以 所以今天喔 就是 沒有準備 沒有關係 就留在演唱會啦 今天的目標 呃 就是今天的最最終的目的 就是演唱會 是是是 我只能說我有在準備 當然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也是 你跟歌迷的有點像共同回憶 是 因為他記錄著你 從一開始到現在 對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演唱會的概念 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羅俊碩 尤其是呢 這一次還有一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是這個演唱會 現在 因為太搶購了 所以我們要加開座位 這個加開的座位呢 請大家到全嘉賓商店 跟KKK的人都可以 趕快買到喔 就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正式開始買 這樣 對 好 剛剛還有第二首歌 這個叫做一首歌 一首歌 對 那一首歌是什麼 呃 就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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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首好聽的一首歌 其實我昨天在瑞流程的時候 我還Double Check了一下 就是我有問說 你還在找說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 不是我知道你有一首歌 可是我很怕他是還沒有知道 是不是有另外一首歌 就是另外一首歌 對 所以我很擔心說 他如果隔天來 唱的不是一首歌 是另外一首 所以是哪一首歌 就是一首歌 而且是我跟派韋君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你跟派韋君一起合作的 就是你跟派韋君合作的 這首歌有引起誤會嗎 呃 還好耶 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 那時候在拍一首歌的時候 因為他的副歌是一首歌的時間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有 就是我在想說 天啊 一首歌的MV要怎麼拍 因為我Rise拍成這樣 就是 就花了很多錢 我想說Rise 那一首歌應該會有很多的爆點 或什麼的 然後我去問一首歌 可不可以客串MV 但是一首歌每時間 欸 其實蠻有點的欸 對 一首歌拍一首歌 一首歌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跟他說 哥其實你也不用幹嘛 你就是 就是 我在MV 我跟派韋君在饒食帥帥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 每次唱到一首歌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 忍不忍在一首歌 他突然就切他畫面了 然後 然後他那時候 瘦子在 他很認真的有去想說 好 你給我幾天時間我想一下 他說你這首歌很好聽 我回去想一下 但是他那時候剛好 去電風對決 然後時間的他就說 他就說 這一次真的不行了 你就是 下次再找我 對 一首歌連一首歌的時間都沒有 對 一首歌連一首歌的時間都沒有 但你這個找派韋君來一起合作 對 他其實你蠻大方的 你找他去拍超美的景 然後很漂亮的這個風景 在高樓啊 什麼什麼的 但他找你合作 怎麼找你去垃圾場 他可能把我們的關係當作垃圾嗎 蛤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兩個這個落差很大 但是沒有 我覺得 必須給派韋君寄一支嘉獎鼓勵 因為他要求我去垃圾場這件事情 代表說他對我們的MV非常重視 怎麼說 因為他很怕老鼠 然後垃圾場都會老鼠 你知道他為我 面對他人生最深的恐懼 沒有老鼠 老鼠 是他自找的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還有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 樓順壽呢 一路走來 有很多的藝人好友 包括呢 新認識的藝人好友 是 那這次新專 新單曲裡面 也有一首歌 是跟我們這個 香港的人氣男神 Tyson 沒有沒有 我一首歌是跟派韋君 不是啦 我們現在要 另外一首歌 我們現在離開到另外一首歌 跟Tyson 壓力會很大嗎 很大 他的手 手臂應該是你的大腿 沒有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 我跟Tyson 尤其在寫完這首歌之後 然後我們在拍MV 我就在計畫 其實也是在想說 MV要怎麼拍得帥 然後想說 我們就去泳池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造型師 我的服裝師說 我一定要穿這一服 我不能在泳池裡面 就只穿泳褲 不行 跟Tyson一起 我一定要有穿一服 因為在他旁邊 我只是個 樹枝 不會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不是妳問 大家覺得樓君說的身材好不好 不要這樣啦 沒有啦 但是我相信啦 在演唱會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更精彩的內容 給大家看 是 絕對有 因為這次演唱會 其實有點像是在一個 紀錄片的形式 然後帶大家回去看我的 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大家可能看到現在 哇 人山人海的樣子 但不知道 就是這一路是怎麼來的 然後我想要把這段故事 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如果今天做不到的話 每一個人都做不到 對對對 所以 所以上場演唱會 其實 有帶大家回去看 原來的那個自己 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今天 你知道有沒有造型上面 有 回到那初衷的感覺 把頭髮梳上去啊 然後染黑的樣子 好看嗎 好看 因為今天蜜很擔心 蜜幫我妝髮很擔心 蜜就是那個 我平常在Reals裡面 一直下的那個中寶石 大家應該 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流量也有好幾百萬 所以大家應該對他也認識 就是因為你一起上場了 對對對 對對對 但講到你這個 這個整個里程喔 那你也認識很多朋友啊 你眼上會不會有嘉賓嗎 會 會 會有嘉賓嗎 但是我覺得 嘉賓可能會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但我就是說到這邊啦 但是一定會有 因為我們 對 因為大家一定都覺得說 那想的不一樣的話 可能 焦煩煩就不會來 那 那我也想問一下 如果說真的 演唱會要請焦煩煩來 我私心想問喔 他是比較省錢的部分 還是花錢的部分嗎 應該是比較花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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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今天假如啦 假如他真的來的話 那我一定會把那一部分就是搞得超級大 超盛大 超盛大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很深刻 因為如果我沒有搞得很盛大 回去會被罵 但是這件事情大家 別急好不好 可能有機會小巨蛋再說了 大家持續敲碗 持續敲碗 我相信總有一天 小巨蛋的這個 簽票會也 也再找我來好不好 好 就不收錢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先放我記下來 記下來 不收錢 一定要挺的啊 因為畢竟從那時候 剛剛認識樓俊說的時候 我們小巨蛋那一場 總共會辦八十場簽上 好好好 沒問題 你去哪我都去 但是給我便當好不好 好 樓老闆 但是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應該都已經買票了 為了大家呢 我們今天特別要來恭喜樓俊說 要對他做一個這個慶功 那這個慶功呢 有一個儀式 我們來有一個冰雕 這已經算是天王等級 才會有的這個冰雕 他感覺快融化 我們要不要快一點 這個冰雕上面 我們有準備一些這個紅酒什麼的 要來倒 我們從工作人員可以先來推一下 好的 我們看一下前面的攝影大哥 短短三年間喔 從這個嘻哈小聲變成嘻哈小天王 OK 好 我們前面舉手的地方 藍色衣服的聖人家哥 這個 那我們這個冰雕裡面 這個鏤空的掌字 OK喔 好 這個掌字就跟掌停板一樣 那我們就來到紅酒喔 好 請大家捕捉一下喔 好 粉絲麻煩尖叫聲 那我們也祝福了樓俊碩 他的演唱會呢 就跟這個武士掌停板一樣喔 這個可以異常的火熱 精彩萬分 接下來的演藝事業也會 紅紅火火風聲水晴 還有音品還有音品還有音品 我們買兩支買兩張 紅燈 發獨開 恭喜樓俊碩 與玉珠演唱會大成功 那我們來跟這個掌合照一下 那也希望呢 所有的粉絲在這個演唱會呢 都會有大大的感受 因為你可以看到 柔柱碩從早期出道到現在 他的成長 還有呢 他經歷過的 他最希望呢 告訴大家就是 他可以做到 你們一樣也可以 OK 好 我們中間藍色衣服的攝影大姐 OK OK 好的 大家開座位 大家一定要記得喔 趕快去搶 因為呢 柔俊碩絕對會值得你支持 他絕對是會掌停板的雞優果 那有沒有什麼話呢 是你想要跟這個粉絲們 好好再聊一下 因為今天看到這麼多人 就是一路上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今天可以辦這場活動 然後辦這個演唱會 除了 呃 除了 除了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好不好 就是因為大家 有大家才會有 呃 我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謝謝你們 除了 欸 欸 對 而且其實我 好平靜喔 我發現你的粉絲 其實他們真的是很真心的在追你 因為剛剛我還有問到 有人去香港泰灣演唱會 趕過來的有沒有 有欸 對啊 是不是有 有人從香港 香港的朋友 剛剛現在不承認是怎麼講的 有欸 很多欸 很多啊 有新加坡的朋友 沒錯 有嗎 哈囉 沒有 沒關係 我相信很多 因為這邊有很多手面孔欸 連我都 啊有高雄的朋友嗎 對啊 有高雄的朋友嗎 有有有有 台中的朋友 台北的朋友 有 不是 剩下那些沒舉手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有 哈哈 喔 金融依然 你不可能在這邊問十六的縣市 哈哈 全世界都 說不定 有紐約來的嗎 請問一下 有紐約來的嗎 全世界都問過一遍 但是 因為我有 就是 那個時候 決定要辦簽票會其實蠻臨時的 然後 然後 我有 收到很多的反應說 他們從YD沒有辦法來 所以 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 就是 演唱會見了 因為演唱會絕對是最好看 但是今天他們的表現值得 讓你之後再舉辦更多像這樣 比方說簽唱 新專輯的簽唱啊 感覺要欸 感覺新專輯是一定要有 那個簽唱會 對啊 大家很期待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粉絲就是比較冷靜 他們比較內力 冷靜沉著 對 內面 OK 但 今天很開心 大家看到樓俊碩本人來到這邊 其實我覺得能夠有這個機會 很難得 因為現在很少有可以舉辦那種簽唱 簽票啊 是 這算是他希望多做給粉絲 因為他很感謝大家 當然也是希望大家呢 在演唱會的時候 可以用最賣力的聲音 跟著我們樓俊碩一起合唱 好嗎 好 你說我們要開始簽了對不對 對 我們謝謝樓俊碩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要進行我們的 平面跟電子的訪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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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的上場演唱會呢 將要見證一個喔 平凡花蓮路人 他的首場大型演唱會 要邀請大家一起來見證囉 怎麼樣從一個平凡無奇的 小小股票變成現在呢 已經是快要 OK我們中間藍色衣服的幾件 好了可以嗎